HELLO 大家好 我是用來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看圖鑑系列啦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魔力呢 大家要來猜猜看是哪一隻嗎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也不算拖欠很久 但是確實其中一個分支以前已經拍過 然後後來就因為原本的時候 另外的屬性沒那麼好用 所以我就一直擱置著 但是隨著版本的進行呢 有些角色就慢慢的變得有機會出場 甚至變得很實用了 那今天要來介紹的魔靈 就是我們速刷巨人地下城的核心角色之一 異變者啦 那這個角色雖然說也是可以拿來打據點戰公會戰啦 不過基本上他現在用途就純粹是在刷巨人地下城的符文部分 所以在待會的介紹可能就會著重在他巨人地下城的一個配置跟這個角色 技能組該怎麼去build的喔 好啦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到他的身體數值囉 體力9555後斷斑 攻擊力845算前斷斑 防禦力659後斷斑 腿強101後斷斑 身體數值就不要太在意了 因為他目前的用途就只是拿來刷地下城而已 所以只要他能夠刷地下城 身體數值好壞其實都不重要 順帶一提啦 其實異變者系列真的算是魔靈當中非常強勢的一隻魔靈 因為他的技能組十分的多元也十分的強大 如果真的讓他可以去打RTA或真的讓他可以去打 巨點戰公會戰的防守的時候 那我相信這個角色將會是遊戲當中非常大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說實在的我還蠻希望 未來可以出一隻一樣類似異變者的就是 技能組可以自己去搭配的一個角色 並且是讓他可以使用在RTA 巨點戰可能就真的不太適合 因為巨點戰 你想想一下這隻角色技能組可以自己搭配 還能使用在防守的時候 那個搞人心態絕對是不同等級的 現在巨點戰就已經夠惹人厭了 如果再出一個這樣的角色可以放在巨點戰防守的話 那絕對會被炮轟到底 但是如果是RTA的話呢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將會是讓遊戲增添非常多不確定因素的一隻角色 而且他的不確定因素並不是因為 符文的機率 像是暴走又或者是絕望或者是抵抗 而是純粹的來自於 這隻角色你是怎麼去build他的技能組 可能在RTA的時候 今天看到對方使用了這隻角色 那就要開始去想說 欸他使用了這個角色 那他的這個陣容 會怎麼去組成他的一個技能搭配 他的技能組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我自己覺得會讓RTA的操作 跟這個思考增添更多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我自己覺得會變得更好玩一些些啦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因為畢竟如果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的魔靈的話 那大家都是公平的 並且我會希望說 異變者這隻角色會屬於一個 可以跟現在一樣有光暗跟三屬可以使用在RTA 那這樣就不會造成說 欸異變者這個角色太強大了 而導致每個人都首搶他 就會變成說 喔你首搶三屬的異變者 那我一二選就選擇光暗的異變者 就是可以有一個制衡 當然技能組也不適合太過強大 不然就會變成說 所有的RTA都是看到這些角色 不過如果真的未來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做發展的話 那我覺得異變者會讓RTA增添了許多樂趣 好啦那接下來就來看看我的風異變者技能組是如何搭配的吧 好啦那風異變者如果想要速抓巨人地下城 基本上就是這個套路 全部的技能都是打體趴的一個傷害量 說實在傷害係數我並不清楚啦 並且也不太好測試 因為每一個技能都是攻擊跟體力的複合傷害 那因為用處有限 我就不再特別去做一個係數的嘗試了 網站上也剛好找不到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允許我偷懶一下 那為什麼會走這個技能組 是因為我們在打任何的PVE副本的時候 BOSS的體力都非常的高 那所有的打體趴傷害角色 在打BOSS都是非常有優勢的 尤其是他的二技能 如果目標免疫暈眩傷害量增加100% 眾所周知 所有的BOSS都是免疫控場技能的 所以暈眩一定可以免疫 換句話說這個二技能的100%增傷 就是百分之百吃得到 並且他的CD說實在的也不常只有兩個回合 他的三技能猛烈的疾風 攻擊目標造成體力上限一定比例的傷害 並且破防兩個回合 那這個體力上限我自己體感起來傷害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沒有意外的話 這招吃提趴的數字應該是比想像中還要來的高 可能會到15-20%左右的一個提趴上限 在打巨人深淵的時候 可以輕輕鬆鬆的就打出15萬以上的一個傷害量 基本上就是速刷巨人深淵的一個二人選了 所有的打提趴角色都沒有像他一樣來的那麼的穩定 並且他跟其他的打提趴角色比起來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還有一個被動技能的保命 受到冰死傷害的時候會以50%的體力復活兩個回合 兩回合後他就會直接不見 那在復活的期間將無法去操控他 他是完全自動使用技能的 並且在此時的時候造成的傷害量會增加30% 換句話說因為可以復活兩回合 二技能CD又只有兩回合 所以他的這個增傷可以在復活之後達到最高的一個上限 三技能CD比較長啦 能不能增傷之後使用到三技能真的就比較隨緣 但這個保命技能就讓風一變可以在巨人地下城的時候 有著第二條命去做一個收尾 說實在的我的巨人地下城的陣容 很多時候我都會注意到 除了風一變以外其他人都倒下來 但是風一變因為他的剋屬有可能不會被敲死 就算被敲死復活之後 我目前的屬性配置是剛好可以讓他復活以後動兩輪 所以這兩輪無論是使用2跟3或者是使用1跟2 原則上都還是能夠再打王超過半條血 所以除非你今天在風一變者第一條命的時候 沒辦法打超過50% 那真的就是你陣容的問題了 或者是你運氣比較不好啦 這場剛好沒有上到破防 否則的話風一變都能做為我們最後的一個後盾來去做到收尾喔 那符文的部分絕對是走激怒符文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使用風鳳當隊長的話 風鳳33%暴率隊長以及風屬性的15%克屬增加暴率 總共會增加48%的暴率 所以他本身的暴率在巨人地下城只要撐到52就等於百暴了 那當然另外兩件套要不要裝刀刃子 真的就沒什麼差別了 把攻擊撐高把暴傷撐高 反而可以幫助他在巨人地下城有一個更穩定的輸出 速度的話以我這樣子的配置是剛好能夠在他復活之後 對王輸出兩下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參考一下下 稍微快一點點也絕對沒問題 但是可能就不適合更慢了 那模況的部分很簡單 因為在風翼變之前會有風鳳的出手 所以主要會是體力越差暴傷越高的這條增幅 會給風翼變有的最好的一個輸出量增加 另外的話呢 BOSS因為水屬性 所以水屬性的傷害量增加也可以吃得到 以及因為這套風翼變的技能組 都是單體單下的大傷害 單一目標的暴傷增加 以及首次攻擊的暴傷增加 都能夠給他的23技能的傷害量再更上一層樓 剩下的話當然就是一23技能 尤其是23技能的暴傷增加了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直接看到他在巨人地下層的表現吧 那原則上的話呢 這個陣容 其實風鳳絕對是速刷的主體 但在王冠的傷害量最大的話 絕對是靠著風翼變來去做收頭的 那可以看到這邊 輕輕鬆鬆的 因為我們最前面會先帶這個風鳥身 那風鳥身在技能改動之後 123技能都有破綁 所以可以讓我們的破綁是打得蠻穩定的 那這個要有沒有看到 這裡 因為我們前面會讓風鳳先動兩輪 所以高機率他就可以使用到他的一個2技能 那這個風鳳的2技能也是打體趴的 所以在前兩輪的風鳳基本上都是可以 直接讓這個風翼變出手之前打掉半條線 那就可以讓風翼變來去收拾這個殘局 當然有可能在前面的時候呢傷害量稍微不足 然後或者是剛剛這個巨人 因為畢竟他累積7下的時候會造成反擊 如果那個反擊不小心把我們其他隊友敲死了 那也沒關係 因為風翼變這時候呢 他就會從黑暗中歸 站起來 然後再給王重新的一個輸出 那因為復活之後他可以輸出到兩下啦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注意到 前面的輸出只要風鳳不要打太少 那原則上剩下半條線 再怎麼樣風翼變都是可以直接輕鬆做到收頭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風翼變的簡短介紹 其實現在風翼變真的也沒什麼太多好介紹 因為他就是一個單純的速抓巨人的角色 符文配置屬性配置 模礦配置基本上都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你如果今天跟我一樣的目的 是想要把風翼變拿去打巨人地下城的話 那你的配置基本上不會跟我有太多的差距 並且因為他是專屬於PVE的魔靈 所以不像其他角色他可以有比較多的一個發展空間 比較多元的一個配置 那當然就可以比較簡短的去做一個介紹了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一個圖鑑系列囉 我自己也是挺期待未來可不可以有出現 像我前面提到的 異變者這類型的角色可以出現在RTA 可能就跟現在的三屬異變以及光暗異變一樣 有一些技能組可以選擇 然後讓他在RTA出場的時候 對方還要去跟你做一個猜拳 畢竟RTA很多時候賭的就是一個博弈行李啦 所以多一個角色可以博弈 尤其是這種大家都可以取得的角色去博弈的話 我覺得確實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不過如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可能也是要先有一些嘗試的賽季 就可能這些角色先開放出來 然後供大家使用看看 但是在SWC 在世界大賽的時候是不能使用的 就是至少先看他在平常的時候RTA表現 到底會不會有一些破壞平衡的情況 如果真的OK了 那可能隔年可能來年 我們再來讓異變者可以出現在SWC上面 並且也因為他的技能組是可以去做更動的 所以可能就會去看到說 欸我第一場我跟你打的時候 我用的是A技能組 到了第二場之後呢 我跟B打的時候 我又換了一個技能組 變成說對方可能對於這個角色 是沒辦法做直接的一個情資收集的 甚至可能會因為雙方的博弈而出現 我針對你我想要用這個技能組 然後呢 欸我想到你要用這個技能組 所以我預判你的預判 然後呢對方又 欸我覺得你會預判我的預判 所以我用預判你的預判你的預判 雖然說比賽會變得非常燒腦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 藉由觀賞性留言應該會變得挺有趣的喔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囉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